9月15号正值周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一处高尔夫球场 再次遭遇美国联邦调查局所称的明显暗杀企图 随后被紧急送往安全地点 要知道这次的刺杀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的竞选集会枪击事件大约两个月后 当时的枪击事件导致特朗普受伤 一名他的支持者当场死亡 当然幸运的特朗普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尤其是本次刺杀的凶手当场被捕 也是虚惊了一场 根据警方的通报 事件发生在位于佛罗里达西宗旅滩的 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 距离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住所海湖庄园 约15分钟的车程 枪手最先被特勤局特工发现 当时他们正在前总统打球的前方清扫球场 警方称特勤人员通常会提前一个洞进行安全检查 当时一支步枪的枪口伸出球场两旁的灌木丛 当地警长里克·布拉德肖透露 这是一把AK-47步枪 当时特朗普距离枪手大约300至500码 也就是272至557米 布拉德肖警长说 特勤局完全做了应该做的事 案发时有一名特工立即与持枪者交火 持枪者逃离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回忆 特工发现枪手后立即开火 并发射了4到5发子弹 布拉德肖警长说 嫌犯扔下步枪乘车逃跑 丢弃了武器以及两个背包 一个用于瞄准武器的瞄准镜 和一个GoPro摄像机 警长说 一名目击者看到这名男子从灌木丛中 跑向一辆黑色尼桑轿车 目击者拍下了该车的照片 并提供给了执法部门 嫌犯进入马丁县后 在i95高速公路上 向北行驶时被警方抓获 马丁县距离特朗普的 高尔夫酒厂大约55公里 几位执法人员告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新闻CBS News 嫌犯名叫瑞安 维斯利·罗斯 随着嫌犯的名字被爆出 很快嫌犯的详细履历 也被揭晓开来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罗斯的儿子奥兰称 他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 奥兰在给CNN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不知道在佛罗里达发生了什么 我希望只是事情被夸大了 因为我从听到的一点消息来看 他不像我认识的那个人 不会做任何疯狂的事情 更不可能有暴力倾向 还有不少媒体从社媒中 也查出了一些 有关凶手罗斯的情况 这些资料显示 罗斯呼吁外国战士 前往乌克兰与俄罗斯军队作战 在他的个人资料中 还有亲巴勒斯坦 亲台湾和反中国的信息 包括对中国生物战的指控 以及将COVID-19病毒称为攻击 据悉罗斯没有军事经验 他在2023年告诉纽约时报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他立即前往乌克兰 在逃离塔利班的阿富汗士兵中 寻找新兵 他说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巴基斯坦 购买一些护照 因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如此腐败的国家 罗斯还告诉泰晤士报 他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 举行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会议 以帮助乌克兰获得更多的支持 今年夏天 他似乎还参与了招募活动 7月份他在Facebook上写道 士兵们请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们仍在努力让乌克兰 接受阿富汗士兵 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得到一些答复 请耐心等待 早期报道显示 罗斯曾有犯罪记录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来源 2002年至2010年间 他在北卡努拉纳州 吉尔福德县被指控犯有多项重罪并被定罪 这些罪行包括携带隐秘武器 拘捕警察 吊销驾照驾驶 持有赃物和驾车撞人逃逸 已经被二次刺杀的特朗普 在本次袭击事件中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并且已经有了被刺经验的他 似乎心态上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的竞争团队证实这一事件后不久 这位共和党人向他的筹款名单 发表了一份声明 内容如下 在我附近发生了枪声 但在谣言开始失控之前 我希望先告知你们 我很安全 很好 随后的竞争舰的邮件援引特朗普的话说 在我的生命再次受到威胁之后 我的决心更加坚定 联邦调查局 曼阿密现场办公室的杰弗里 维尔特里说 该局正在与其他执法机构一起 开展调查工作 维尔特里说 我们已经部署了一系列的资源 包括调查小组 危机应对小组成员 炸弹技术人员和证据应对小组成员 他补充说 联邦调查局的全部资源 与美国特勤局 棕榈团警长办公室 和马丁县警长办公室 一起被调动起来 白宫表示 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已经听取了关于此次事件的简报 并在得知他平安无事后 松了一口气 卡马拉哈里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美国不容许暴力 几十年来 美国从未发生过 针对主要政党之一的 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暴力事件 而现在两个月内 美国经历了两次这次事件 前总统庞纳德·特朗普 两次都成为了目标 不得不说 2024的美国大选的几位候选人 以及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将被深深的载入实测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